好不好 那今天呢 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呢 任伯仲同学要自己填词 重新改版一首歌曲 《一封家书》 要表达一下此时此刻的 思乡之情 也算是给远在天涯海角的家人 稍聚的《一封家书》 来 掌声有请 亲爱的家人们啊 你们好吗 哥哥工作很忙吗 身体好吗 我在中国挺好的 小妹妹不要太牵挂 虽然我很少联系 其实我 我很想家 但妹妹健康怎样啊 照片上见她又瘦了 不要再向前飞了 其实你很美了 上次的邮包我收到了 高兴的差点流泪了 现在的花沙 现在的家 还是老样子吗 学习压力挺大的 学习压力挺大的 说是沦沦难写呀 这次参加大比赛 妈妈你看见了吗 我在中国 我在中国会继续努力 大学的花年慢慢换了 等我挣了很多的钱 借你们来着看看呀 此之今宜 此之今宁 此之那刻今宁 此之今宁 此之那刻今宁 此之那刻今宁 她的眼睛已经湿了 是不是有点想家了 是的 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 那是 然后刚刚听到 我的老乡说 她有一个妹妹 我一下子想起来 去年大赛组委会 也给我一个惊喜 因为我哥哥 亲哥哥也在中国 然后你们 把我哥哥邀请来到这里 我对那时候非常激动 然后真的有一个家里的感觉 家的感觉 说的没错 汉语是乔 中国是家 所有在华的留学生 通过我们汉语大赛的舞台 都获得了一份家的感觉 家的温馨 是的 那么 黄伟我们现在开心起来 好了吗 我们有请来自美洲 和非洲的同学们 带给我们 多余种的创少节目 有请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It's time for like a channel Ay-Ay-Yo A-O-A-O-E A-S-D-A-S-D-E-D-O A-S-D-A-S-D-E-D-O A-O-A-O-E A-S-D-A-S-D-E-D-E-D-O A-S-D-A-S-D-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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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啊 啊 沒 呵呵呵 呵呵呵 喔 الله 喔 喔 semi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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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知道 一定朗誇 呃 坏 坏 呃 到 呃 好 呃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谢谢 谢谢 再次感谢我们各位选手的精彩表演 他们的多才多艺的表演 也是我们的演播室现场充满了欢歌笑语 朋友们 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 大家肯定不陌生 这位是在去年央视春晚上 和大山一起合作过 一个节目的来自肯尼亚的如斯 如斯你好 你好 主持人 你们好 如斯你好 我们知道啊 2006年的4月29日 当时呢正在肯尼亚进行国事访问的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在下榻的饭店亲切地接见了 内罗毕孔子学院的全体师生 如斯呢代表全体师生 用中文致欢迎词 热烈欢迎胡锦涛主席访问肯尼亚 如斯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当时我只学了三个月汉语了 所以我非常紧张 可是我非常兴奋 然后我代表孔子学院的学生 向胡锦涛举席 介绍非洲第一所孔子学院的情况 非常的荣幸 所以胡锦涛就欢迎我到中国来学习 所以我今天才和大家见面 对 欢迎你欢迎的同学们 都到中国来学习 欢迎到中国来 谢谢 欢迎欢迎 我们都知道啊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这一点呢在如斯身上就体现了出来 跟大家讲讲 这里边应该是有一个小故事的对吧 这是有小小故事 那时候我又见了一个人 他是来自中国牡丹花的家乡 所以我们在世博会聊了半个小时 没留什么联系方式 没想到的是 在北京又再次相遇了 而且我们故事就开始 现在这个帅哥 中国帅哥变成我的卫宏夫 已经领证了吗 对 领证了 已经领证了 哇 那我们应该把祝福的掌声 送给如斯对不对 谢谢 今天是不是也在现场呢 来 在了 在了 哇 非常帅气的 来自洛阳的吧 对 牡丹的故乡洛阳 对 对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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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帅气了 在这儿我要跟如斯特别交代 既然已经领证了 一定要处理好这个婆媳关系啊 这婆媳亲全家亲呢 这个得多夸这个婆婆 用河南话夸是怎么说的 婆婆真得解呢 好 我想此时此刻 好 我们也要把祝福送给如斯 对 谢谢 对你们永远幸福 下面我们继续来欣赏精彩的节目 来 有请 哎呀 还真的是羡慕嫉妒恨啊 你看人家这个如斯啊 已经心有有数了 那么我呢 我还是孤身一人 怎么办呢 哎呀 黄巫威 你可别装可怜了 好不好 你这些浪漫是在江湖上 已经传说了很久了 我应该可怜 你知道吗 我就这个大赛的机会 给自己做一个小小的广告 俺叫翠花 名如其人 至今为婚 非诚勿扰 哎呀 翠花我跟你说啊 你要是想征婚啊 一定要找一个非常帅气的 五官端正的小伙子才对啊 那么这个五官里边到底哪个最重要呢 下面请欣赏相声新五官真功 有消息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这届汉语大赛的冠军 哪个大赛 你们是谁啊 你们认识我啊 还真不认识 我们福利 北新七一 过河海桥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什么乱七八糟 别以为拿了汉语大赛冠军就了不起了 我告诉你 没有我 你什么都是浮云 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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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说话呢 我这眼睛不是挺好的吗 哎呀 终于认出我来了 我就是你的眼睛 你是我眼睛 对呀 那你参加汉语大赛事 没听见评委老师夸你的眼睛呢 评委老师怎么夸的呀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 让我来看看你的眼 你的眼睛没有两脑 好像那天上的晚月亮 哎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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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又出了一位呀 你是谁啊 我也是你眼睛啊 啊 啊 什么呀 你让大伙看看 你是不是有两只眼睛 对 我有俩眼睛 我要是就一 那成肚脐眼了 哎 我说肚脐眼 什么 啊 我说脑袋 所以说你拿汉语大赛冠军 我们这一双水旺旺的大眼睛功劳最大 为什么 因为学习汉语 首先要看汉字呀 对 所以我功劳最大 我功劳更大 我大 我大 我大了了了了 行行行 你们俩就别争了 哎呀 如果我休息了 你光靠他一只眼 这就是争执眼敌之眼的学习态度 你能学好汉语吗 还真是 嗯 这么说吧 啊 你见到汉语大赛 美女选手 还不是我们俩给你听着呢 咱就别提这茬了啊 我呀 得好好谢谢你们俩人对我的配合 什么种谢谢啊 脑袋 我听你这么说 我可生气 你是谁呀 你没听说 我是你的耳朵 您让各位瞧瞧 我这耳朵长得还挺洋气啊 你拿汉语大赛冠军 主要功劳在我这儿 没有这么好的听力 你这汉语水平能提高吗 这还真有道理 有什么道理 光靠他那一只能行吗 您是谁呀 我也是你的耳朵啊 我这俩耳朵都来了 脑袋 你老是把我的话到耳蓬风 你学汉语时我就提醒过你 要想学好汉语 听力训练 最重要 听力训练 你这样戴着耳机 听得我都长茧子了 我有埋怨过你吗 还真没有 什么没有 拜托 光靠他那一只耳 没有我 你的耳机能戴得住吗 戴不住 您看这俩说话还一唱一喝的 我这耳朵还分公母 这个叫做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脑袋 我告诉你 他一说话我就来气 我最受不了跟他待在一起 你们俩呀 最好也别待在一起 我这耳朵要长一边 那成烧麦了 那怎么戴耳机呀 还不得扣鼻子上 脑袋 你提我鼻子干什么 我这鼻子也凑热闹来了 什么叫我凑热闹 我鼻子要一天不干活 你别说学汉语了 你早就赞把眼了 对对对 对什么对 脑袋 你别光带一个鼻孔出去呀 我告诉你 我要是一天不干活 你也气不顺 您是谁呀 我是你另一个鼻孔啊 俩鼻孔 你不信 把我堵上试试 你把我堵上试试 堵 堵 我没事堵 你们俩玩干嘛呀 那没有这鼻孔 你受觉就会降低 没我呀 你受觉基本上就没了 那没受觉又怎么样呢 怎么样 您这么喜欢中国美食的人 是 没受觉后呢 那怎么样 您就 吃麻麻不香了 还真是这样 对了